今年度的一開始介紹了四款的日子Z對不對 我決定了今年只要買一個就好了 因為我在懸竿那邊放了兩個 在中間文具區呢又放了兩本 這樣子真的是太多了 我真的覺得太多了 一本就夠了 一本就夠了 所以我今年只買了童話日子Z 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在網路上釋出啊 還是說木枝一旦過了就沒有了 這樣等明年這樣子 我不知道 好 來看一下 裡面就是這個樣子 欸你是不 好 喔 原來是這樣 喔 這裡有寫啦 抽出書套 將書套翻至背面 然後把它折成書架 並以橡皮筋固定 喔 塑嘎 呵呵 好 最後一次我要帶 將書套翻到背面 然後呢 這樣折嗎 我想要怎樣 想要怎樣 想要怎樣撩啦 想要怎樣 這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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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拗嗎 喔 這樣拗 這個樣子喔 這樣 好 學會了 這樣然後拿橡皮筋在這裡固定 很像笨蛋 你看啊 這樣還是有一點點小弧度啊 因為中間這個地方它不是直挺挺的 如果之後有滑動的話 我們再想辦法處理 但是它的完成品 就是這樣了 每一頁的配置都是一樣的喔 這裡 就是一個童話故事 你不知道它是什麼 你可以看右下角 這裡有告訴你 這個是格林童話的小紅帽 然後再搭配一句 非常有正能量啊 我不確定 是不是全部都正能量 的一個句子 再加上它的英文的翻譯 它還有它住住 跟這個今日點播 但是我覺得 音樂應該要有版權的問題啦 我這邊背景就不放了 不放了 竟然365天嘛 哪來那麼多童話故事啊 我隨便翻五一了 那個這個小紅帽 我們不算 那不算 等一下我隨便翻五個 隨便翻五頁喔 3月15號 蛤? 安徒生童話 蝴蝶 我看這個蝴蝶很漂亮啊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啊 有任何人讀過 安徒生童話的蝴蝶嗎 我沒有讀過 這個故事內容在講什麼啊 這個故事內容 哈? 什麼? 小鬼和小商人 這是什麼故事? 我沒有讀過啦 什麼是小鬼和小商人 沒有讀過啦 到底是 到底是 到底是我 到底是我媽給我看的書太少 還是 哈? 蛤? 這是什麼東西 格林童話 老鼠小鳥與香腸 什麼啦 如果你是跟我說什麼 一個住鄉村的老鼠 跟一個什麼 住都市的老鼠 兩個人 互相 好像去拜訪彼此吧 那個故事我還真的有聽過 可是 什麼老鼠小鳥跟香腸 到底是哪一出啦 然後再翻 墳墓裡的窮孩子 蛤? 什麼? 好啦我希望 我希望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是 我有看過的童話故事 好不好 至少會看過吧 蛤? 童話有一個有看過的了 12月25號 賣火柴的小女孩 這個這個大家都有讀過 大家都有讀過 終於終於 所以24號是什麼啊 神奇的火箭 沒有啦沒聽過啦 我真的只有看過 賣火柴的小女孩 我真的只有看過賣火柴的小女孩